印度洋岛国塞席尔在7号发生了炸药库爆炸意外 造成至少100个人受伤 爆炸威力强大到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13公尺长的大洞 目前也还在厘清事发原因 不过塞席尔最近好雨成灾 发生了多起土石漏意外 造成三个人不幸死亡 居民流离失所 塞席尔总统在7号也训布进入紧急状态 火光点亮夜空 发出巨大声响 一旁商店铁门受到波及炸开 显示爆炸威力相当强大 工厂被炸得面目全非 建材散落一地混乱不堪 印度洋岛国塞席尔 一座位于马埃岛的工业区炸药库7号传出爆炸 对周边造成巨大破坏 这起爆炸造成多人受伤 医院涌入大量伤患 地面上炸出一个大坑 多栋建筑物受到波及倒塌 居民苦不堪言 当局目前还在厘清事发原因 然而祸不单行 塞席尔最近豪雨沉灾 大雨造成建筑屋顶崩落 道路泥泞不堪 居民流离失所 山区也发生多起土石流跟落石意外 造成多人死伤 遭逢豪雨跟爆炸意外 塞席尔总统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要求民众待在家中不要外出 塞席尔有115个小岛组成 全国只有10万人 以沙滩跟奢华旅游闻名 每年吸引大量游客 如今宣布紧急状态 虽然国际机场等交通设施 仍开放使用 但观光可能受到影响 张永腾编译